热贴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推特墙内外夹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翻墙上推特 并以春天为主题发了第一条推文 在微博上传开 引起舆论哗然 民间追问如何翻墙 这是不是违法 墙外的中西推友也是联手围攻 对其进行痛骂 2月14日下午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推特发了第一条推文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消息由大陆中国经济网的官方微博率先发出 引起国内社交媒体的骚动 该官网还透露了外交部等中共官方机构有一批人像华春莹一样注册推特 为中共疫情进行大外宣工作 很多墙内网友表示惊讶 纷纷说 推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可以上 推特是啥东东 普通中国人能用吗 还是只有领导才能用 翻墙不违法吗 就是啊 怎么翻啊 截图留证 请问一下普通老百姓为何不能申请推特 有一些网友解释说 这官办翻墙数为的是继续宣传制度优势 中国的法律只用来针对普通民众的 实名认证的一位律师公开质问 华春莹凭什么翻墙发布与外交工作巴杆子打不着的内容 还有一些网友问 举报有用吗 有不少网友直接用武汉疫情中死去的生命来批华春莹的春天论 不要把冬天唱成春的开始 有些人已经埋在了冬天 死难者没有下一个春天 华春莹上推特不仅令国内的网友大为不满 更是在推特上遭到重推友的围攻 春天来了死掉的人也看不到了 因华春莹极力掩盖中共的各种罪行 在国外也得罪了很多自由人士 当她发英文推文时 引来西方推友的回骂 力度不逊于华语世界 Arague表示 泱泱大国 外交发言如泼妇骂街 建议学习日本的外交气度 学习美国的发言态度 学习英国的辩论逻辑 从您带领的一众外交表现漏爆了 大卫博士讥讽说 哈哈 终于等到你 反正我们一不偷二不抢 我们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我不怕你哦 网友FreeHK表示 为什么你可以翻墙 但中国平民百姓就不可以 就是因为你是官 平民百姓就只能接受党的管制控制 春夏秋冬 没有民主没有自由 没有真相的地方还是地狱 在中国大陆的Twitter Facebook和YouTube 中共给自己的人民都设置了防火墙 网友苏珊张博士说 你太无耻了 中共传声筒 网友甚至不客气纷纷骂道 魔鬼的代言人最终也会下地狱 千夫所指人人喊打 华大妈您好翻墙犯法 请亲自自首云云 但是 中共允许你们进行推特宣传 华春莹2月5日网上新闻会上言论 还引起体制内的人忍不住公开开火 搜狐总监 前央视主播邱启明在微博发文 怒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拿美国流感死亡人数 对比武汉肺炎死亡人数 是没有人性和脑子有病 她一开始就责问 发言人 你的自信来自于哪里 你确定你们不是在添乱吗 武汉同胞的封城苦难 你了解多少 不了解就去网上看看 随后怒轰 拿美国人流感的死亡率 对比没有特效药的传染病 这种对比 一是你没人性 二是你脑子该去看看病了 你怎么不拿中国的交通事故 致死率来对比 过来看看中国历年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官方统计 此前2月3日 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 漏嘴称 自1月3日起 中国已开始向美国通报新型肺炎的疫情 一共通报了30次 也引来舆论的狂批 说明中共对疫情早已知情 却不向国人通报 掩盖疫情人传人的真相 让疫情失控到现在这种局面 感谢观看